今天早上技术哥在硬拉的时候 然后不小心把背下腰给伤到了 然后跟小伙伴讲过 在国外如果受伤感冒发烧 就克止痛片 刚刚忍了一下实在忍不了了 明天还想着继续运动 所以说去超市买了一盒止痛片 这个就是那个止痛片 大家可以看这个基本上就是牙疼头疼肚子疼 然后反正就是分手心疼那个没用 就是反正主要是物理上的疼痛 理论上这个都管 就是吃下去以后就会那个疼的地方就会麻麻的 然后还买了这个就是像药膏一样 然后吃点止痛药然后擦点药膏 这会儿已经是晚上六点多七点钟了 然后刚刚吃了晚饭 但天之后还很亮 所以说早点吃完早点休息 没有别的意思就给大家看一下最真实的状况 因为在这边讲起来新西兰什么福利好医保好 我说句实话好不好真的不好说 但是只是说大多数的人通常遇见这种情况 是不可能像在国内一样有点问题就找医生的对吧 然后嗑药干嗑 口水旧药干吞 做男人的感觉真好 简单粗暴 哇操爽死了 好不跟你们扯了 然后我去那个茶药去了 那茶药就要脱衣服都是善而不及的东西 Peace